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染风险最高的操作 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医生 应该我先来 作为医生 有时候是需要豁出去的 我总是会握着病人的手一说话 这样他们就能感觉到 医生的温度 感觉到更多的信心 重症患者 是把生命托付给我 看到他们的病情好转 康复了 我们的心情 就像黑夜看到曙光一样 非常的高兴 有情发生后 父亲也没有停的 我是龙城长大的 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 少许我每天都是寒菜下饭 一次都是一个星期 这个父亲我已经搞了六十多年了 我都是想啊 老百姓不要哭 小的时候的那种苦力 这就是我的初心 东东党啊 对人一定努力做 让每一个中文人都过得更好些 2011年 我哥为家太阳光了 我俩家才好多节 我妈都做的 等太阳六三 2012年 我长得第一桶金 买个渣 在金服个帮助啊 买班结合公司 我站上三十多个村 一千两不多个禀宫屋 请问我员工 负责的股东 自由自情点爱 太阳就会这样兴起了 墓室塔德峰 抓住我的手 脚对着上 十年前我们这样上学 五年前国家给我们修了路 还专门给我们村修了大桥 上学 对霹雳村的孩子 再也不会是难事了 他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同修 原来生活自己这个标範下嘛 大育华有需要做些人没办法嘛 这边是我们乡村的办事师傅 都牵到这个县区桌边 爸呀 爸 我的喜家都漂亮了 到国际的县区桌边就是方便 休想医院在门可差了 哎呀 一定付给帮钱是 牵大地好事情 哥哥 2012年 我得了重病 这边的青铜好友也不够手术费 我妈天天以泪洗面 2017年 都会有了扶贫医保政策 让我做了手术 看我现在好人一个 养鸡赚钱 日子挺好 我妈说我赶上好时候了 我大学刚毕业就到了这儿 刚住村那会儿困难挺多的 住宿吃饭条件不好 还有高原反应 那时候乡亲们输入不高 村里还有110多万的欠款 这得靠产业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去垂打 去年 村里人均收入超过了25000元 欠款也基本上还清了 再往前走 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勾卡 但是我们不怕 办法总比困难多 若生 Fam nova 海外 人均增了 人均增了 英雄 国太队 人均增了 也是 寻找 人均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